我嫁人爷爷偷塞十万给我,两年后爷爷去世,回家看一路我愤怒砸家。 小时候自己的记忆几乎都是爷爷要去干什么,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爷爷带着。 我给我对于我爸妈的印象,我是模糊不清的小时候,我便是跟爷爷生活的一起, 所以我对我爷爷的感情十分的好,但我八岁的时候,由于我要去上学,我爸妈便从老家带我去了,外地留在他们的身边好照顾。 我上学虽然我的外地上学,但我有时候总想到爷爷每一个寒暑假,我都会老家跟我爷爷一起生活而每次。 我在我刚到的时候,爷爷总会下厨做一顿大餐来给我吃,几乎算是每次都有,这让我十分的留念和爷爷生活的时间随时时间的流失。 我也越来越大,而爷爷也越来越苍老,而且由于我读书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寒暑假总被我爸妈带去上补习班。 因为补习的原因,我好几个寒暑假都没回来,后来一次我忍不住坚决不去上,补习班才使得自己回来老家到现在我还很清晰地记得当时, 我爷爷看到我回来的那个眼神是多么的慈祥眼里含着泪花,那时候我感觉在爷爷的怀抱里是多么的温暖。 我上了大学,后当时自己每个星期都有去做兼职也在兼职的时候,我认识了我老公。 老公性格很阳光,可以说是对我性格十分合适的,在熟悉没多久后我俩的关系迅速发展起来, 最后带了一起跟老公在一起后刚放暑假的第一件是我便,买了很多东西带着老公去老家看了爷爷爷爷, 当时看着老公那激动静要说有多兴奋就有多兴奋,那天他俩还小饮几杯,在我毕业后我跟老公便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由于我爸妈,也就我一个孩子,在老家可谓是大干一场就连平时没联系的小叔爷醒来了, 而在我出嫁的时候我爷爷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地塞了一本存折给我看,里面足足有十万块。 我不敢收但爷爷却坚持要我收下,说我结婚了,成立了一个家庭,以后要用了钱的地方多着而他自己老了,没怎么需要用到了。 我当时听完爷爷的话后眼泪直流了出来结婚后,由于我跟老公忙着赚钱还,有个月的时候我们也只在过年的时候回老家去。 但平时,我是两三天便跟我爷爷打一个电话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两年在一天晚上,却没想我爸突然打电话给我叫明天准备回老家。 我爷爷去世了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差点晕倒在的。 我想不到明白爷爷怎么走得这么,突然我当夜跟老公连夜赶回老家再看到,爷爷冰冷的身体使我还是坚持不住伤心过度晕了过去办完爷爷的后事后,我在整理爷爷的遗物时却发现了一份土地赔偿说,原来老家的房子受到了整幅的征收赔偿了一百二十万。 我没想到,爷爷在上面填了赔偿人却是我的名字。